第1次亚运会 第1次亚运会女搭冠军 本次亚运会中国派出了年轻阵容去守卫冠军头衔 其中女子项目由王曼玉和陈梦出战 在此前结束的比赛中 中国已经收获了男团、女团和混双的三枚金牌 而混双比赛王曼玉和林高远的搭档 在决赛中输给了孙颖沙王楚清收获了银牌 女搭比赛 被分在上下半区的两人均顺利守住了自己的半区 提前混双也帮助中国锁定了女搭金牌 本场对决手局一上来 王曼玉的反手就不断给陈梦造成压力 只得了2比0的领先 此后陈梦发挥了自己在相知中的手感 比分分差一直维持在一分左右 局末阶段 王曼玉连续打住擦网和擦边 打乱了陈梦的节奏 前者11比7先下一城 第二局 陈梦继续将持中的优势一度3比0开局 并在随后取得了6比1的领先 但王曼玉凶狠的反手弹射不大力量打 落点雕 而且在旋转上 有着非常明显的变化 比分一度被迫近近5比6 此后陈梦加强并改善了自己的正手 他矫准对方节奏后11比5扳回一局 第三局 陈梦延续上一局的手感后5比2开局 王曼玉很快坚决打正手加 局分里转为7比6 此后两人超强的技术都拍在空中陈梦一度占据优势 但比分一直没有拉开 从9平一路打到了14平激烈一场 陈梦在关键时刻 面对王曼玉的拟拉一击正手发力爆抽得分 从而16比14接南再胜一局 第四局 王曼玉开局落后11度将比分追至6平 但在球路的变化上不多 连续的反手攻击早已被陈梦找准球路 或者11比7再胜 从而3比1率先拿到赛点 第五局 王曼玉似乎没有受到前三局的影响 他11比6胜出 在本局中展现出了稳定的心态和领微不乱的气质 第六局打得让人眼花缭乱 两人一上来就是一个超过20拍的急速攻防 来回之间中国国球的实力展示无疑 抛开压力的王曼玉 改掉了反手一招肩状态 开始在正手上平均发力 一拍拍爆抽引爆球场并反超了比分 此后 陈梦一度因为拖延比赛遭遇罚分 王曼玉抓住机会11比8 完成一招将比赛拖进决胜局 决胜局 陈梦开局1比5落后对手 此后陈梦叫了暂停期望能够改变局面 无那已经打疯了的王曼玉攻防两端气势汹汹 低水不落 一度8比4领先 但随后风云突变 陈梦主动寻求对攻并连连占优 比分追至7比8紧接落后一分 关键的决胜阶段 王曼玉在发桥上完成变化 最终11比8拿下决胜局 从而4比3完成逆转 成功夺得本次亚运会乒乓 球女达冠军